要活得精彩,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陳美芝 來到自在人生大學堂,一個全新系列 這系列與調解有關 相信近年大家也有聽過很多時用調解方式去處理一些紛爭 我身邊有幾位大律師輪流上來跟我們講講不同角度 調解是怎樣做 今天先有周偉雄大律師,你好安嫂 先跟我們講一下,你自己是否有做調解的工作 其實大律師的工作,像你們在電視上看到 最典型的就是在法庭裏面打官司 是啊 戴著一個交髮,穿著一件袍子 盤問證人 等一下會再講 其實打官司是一個最傳統的解決爭議和衝突的辦法 但是這個是不是一個最好的辦法呢 我們其實經過很多年的磨索 發覺原來打官司當然是一個途徑 但是不是完全沒有其他選擇的 所以其實現在律師也好,達律師也好 我們去處理一些紛爭的時候 除了選擇打官司之外 都會嘗試想一下用其他方法去處理 我自己本身除了負責打官司之外 也都是有做調解員的工作 其實你剛才說,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有什麼搞不定就是打官司 但是打官司就給人的感覺很清晰 好像法官或者雙方的律師 會將事情說出來很清楚,那就判了 但是為什麼要多些用調解的方法 對整件事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因為打官司本身其實有很多比較硬性的 或者是沒有那麼有彈性的一些因素在裡面 我們稍後會詳細講解一下 但是很老實講,因為其實打官司 你覺得法庭見就是法庭見 法官判就是法官判 但是判了之後其實是不是一個最理想的結局呢 因為很多時候其實在法庭裡面 你心中你想要爭取的東西 和法庭可以判到給你的東西 可能是有落差,可能是有分別的 而法庭的權限裡面也有很清晰的說明 法庭裡面有說,它可以給你的 所謂的救濟或者製作 其實不是任你去決定 或者任法庭去決定 那個類別是有一定的局限 還有有時候其實判了出來的結果 可能兩邊都不開心 那也是 因為很老實講,有時候判了出來的話 你可能會贏一些,他可能會贏一些 大家想心目中要的東西都未必會得過 或者賠償的數字又不滿意 會有的 所以調解也是給了另一種方法出來 只不過是因為我們日常不認識 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因為看電視劇看得多的打官司 就覺得打官司會還一個公道給我的 但我們其實未試過的人 都不知道中間的過程有多複雜 其實會是的 因為你打官司來說 那個時間可以很漫長 一般是香港打巡民事官司 由你所謂叫做入稟 提交一個訟子給法庭 直到真的一審完結的時候 很多時候經過一個漫長的歲月 可能最少都花一年多兩年的時間 什麼叫一審呢?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簡單來說就是你去了一個法庭 不論你是去高等法院的袁仲廷 去區域法院也好 只不過就是說你去入稟之後 提出了你的申索 那對方可能會去答辯 接著就要經過一些的過程 就是在文件披露 如果沒有一個的決議的 或者大家不能夠和解到的 那就要審訊了 審訊就像大家在法庭裏見到的一樣 就是證人會出庭 然後他們要在證人台裏給口供 接受判文 法庭最後就會去判 判了出來 有贏有輸 這個就是舉一審 所以你說過程有很多文件來往 所以起碼花了很多個月 在前期未上庭那裏 其實不只是花了個時間 因為文件來往的時候 然後很多時候 法律程序就很高的術性 我們可能都需要 一定要用到律師去幫我們預備文件 是的 那時候你的律師費都花不少 即又要給大律師又要給律師 是的 兩邊 因為其實可能大家看電視的時候 經常都見到電視片集裏面 突然間去到法庭審訊的時候 就那個大律師很英明神武的 或者很厲害的 突然間扶了一份文件出來 然後指給法庭證人看 你說謊 但事實上是沒有這樣的事情 或者這樣說 這些情況不是完全不可能發生 但都是比較例外 或者極端例外的情況 而如果你要在法庭裏面提出什麼證據 你是要預先在很早的時候 就一定要呈交法庭 還有要向對方披露 是的 如果你是不預先把這些證據 去向對方披露 或者向法庭去呈交的話 你去到審訊的時候 法庭就可以拒絕你呈交這些法庭 這些證據去呈堂 我們真的看得起多 經常都是去到高潮位 有人推開門 給他一份東西 或者多了一個證人出來 這些其實是要經過程序申請 這些其實是很少可會發生的 如果你說突然間要加證人下去的話 其實你都要預先告訴法庭聽 以及向對方去到 告訴他聽通知他 因為在我們其中一樣的審訊的過程裏面 就是你要做一個證人口供指 那證人想去證人台給口供指前 你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要告訴對方 究竟這個證人會說什麼 雙方都要這樣去做 雙方都要去預備 所以其實實際上在現實生活裡面 雖然在法庭的程序 或者在審訊的時候 都可能有很多很戲劇性的事會發生 但是就不是我們一般人想像之中 真的這麼戲劇性 變成這些預備功夫你要做得很足 因為如果你做得不足的時候 到時你打算上去才打天才波 爆肚的話 其實是很少可發生 但是你預備不足的時候 其實對你自己的案件 也會有很大的損害性 所以難怪有一些做律師的朋友 他們第二天上庭之前 又可能說有很多事情要準備 要早點回家 不會跟別人去吃飯 去到深宵思 誠意 確實是 難怪每個人都有近視 要看很多文件 不知 還有老花 老花也早點出現 通常只有我們這行四十多歲 就會有老花 這麼早已經會有 但是又沒有辦法避免 不可以說找其他人幫忙看 因為你就是上庭的人 大律師 所以你一定要熟知所有事情 沒有辦法的 因為我們做的工作 就是我們自己本身要去處理 任何其他人說幫到你 可能只是做一些所謂ground work 幫你準備 做一些準備的工作 但是站起來 你負責去盤問 你負責去鋪塵你自己當事人的案情 都是你自己的份內事 你工作都已經這麼忙碌 為什麼你還會有興趣 除了做大律師 還做了調解的事情 有時候 其實有些案件 我們都會相信 是比較適合 用一些沒有那麼抗爭性的方式 去處理 而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調解 所以我們去做大律師的工作的時候 除了為當事人提供一個方法就是打官司 也都希望可以幫到其他有爭議的人士 是有其他的途徑 希望可以解決到爭議或者衝突 既然也是 是不是都要看那些案件 看熟悉 其實都是兩個方法去處理 那個準備功夫其實都是差不多 其實不是一樣的 不一樣 因為你沒有立場 調解員 我想簡單來說 就是因為在你的調解過程裏 調解員是一個中立的角色 當然爭議的雙方 他們也都自己本身可以有自己的法律代表 但是調解員的角色最主要就是去到協調雙方 讓他們可以在一個調解的場景裏面 是會容易一些去到作出一個討論 從而希望可以達至一個和解 我們這個調解系列 就要請教一下大律師 究竟怎樣做調解的 其實就不是以他們大律師的身份 是以他們做調解員的身份 今天就有周慧雄大律師在 但是因為你是一位大律師 所以你們熟習所有法庭上很多不同的程序 剛剛講到爭議解決的方法 其中一個是打官司 又澄清了我們看電視劇和電影的少少謬誤 但是去到要調解和解等等 其實如果不想打官司 那些糾紛是有什麼解決方法的呢 其實都有很多 不過我問回你的問題 有沒有想過最原始解決爭議和衝突的方法是什麼 我想起一些很古老的村落 有一些長老 那些元老就出來說 好了我現在幫你們手處理 你看開一點 你又讓一下他 這樣就搞定 是不是這樣 其實不是 最原始解決衝突和爭議的方法 就是掃豬於暴力 哦 這是一個最原始的社會 在社會裏面任何動物世界都會發生的事 是呀 打你呀 你不遷就我了 沒錯 或者拿上衣服拿上武器走你 或者直接吃了你 是的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這件事 我們漸漸希望可以放棄呢 其實不是因為我們真的聞明了 是呀 但是原因是 其實在原始社會裏面 如果你掃豬於暴力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覺 那些人可能會損手爛腳 輕質 會引發戰爭 或者會殘廢 是的 但是也都可能會有戰爭 就會上去有人命的損失 是的 但是原始社會 我們不是靠機器的 我們什麼都靠勞動力 靠人力 是的 那如果有殘廢 有勞動力的損失 其實對社會是有損害 損失很大 是的 你損失了勞動力 有死人 有殘廢 誰去耕填 誰去打理 誰去溫食 所以我們漸漸就要發明一些 我們沒有那麼容易損害 我們的勞動力的方法 去做解決爭議的方法 是的 於是就好像你這樣說 有些長老出來 是的 一人少一句 諸如此類 懸教 又或者發明了一些最原始的審訊方式 是的 那漸漸我們就開始有這樣的解決爭議的方法 是出現了 嗯嗯 但是 喂 是不是真的說 好像我們看得那麼文明呢 你說去打官司 其實你看報紙都看到 打官司其實可能是兩方面 尤其是家族情仇 恩怨情仇 那些官司打很久 在外面互揭倉疤 是的 其實比起用暴力一樣血淋淋 是的 對人的精神上的傷害很大 是的 情感上的傷害 所以打官司就有他自己的一個特色 對於雙方來說 可能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 但是我們因為擺上法庭都沒有辦法 要頂硬上 在過程中很不開心 也要繼續下去 是的 所以說有其他方法 所以中國人有句說話 你會失去頭 是的 你擦乾它就難了 是的 有個傷害已經出現了 就是出現了 沒錯 所以剛才裡面有提到 譬如以前那些部落長佬 你說他做過中間人 他們那一種又不是真的調解那一種 是勸一下你們 然後你自己和解了 那是不是有一種叫做和解 就是在庭外已經 或者和解 調解這個詞彙 其實可能是這麼久 我們才發明出來的 但是其實這些類似的模式 解決爭議的方法 是不是原始社會的模式 我們都不能夠完全否定 只不過就是我們現代社會裡面 我們是用一個比較制度化的方式 去解述什麼叫做調解 是 是 是 所以我們逐樣來講一下 在真的講調解之前 我還想問一下你 仲裁都是近年經常聽到的一個詞語 是的 那仲裁是幾時用的呢 其實仲裁這件事 就不是真的近年才聽到的 是 介來講過去幾十年 甚至一百年 其實是一個仲裁的方式 作爲一個比較爭議的方法 不過為什麼會少人會去知道 因為很多時候 仲裁都是用在一些比較特別的案件 或者特別的爭議裡面 仲裁的特性是什麼呢 其實和法庭打官司是差不多的 是的 只不過他那個所謂的仲裁人呢 就不是一個是政府 或者是那個法定的權威去委任的法官 而是一兩個 就是說他們是遇中雙方或者是爭議的雙方 去到委任的一個仲裁員 就是他們合作去選一個 通常都有幾個方法的 其中一種就是他們自己協議 是委任哪一個仲裁員 又或者如果他們是協議不了的 就有一些權威性的仲裁機構 例如香港的國際仲裁機中心 就去委派一個仲裁員給他們 是 那麼做法就是說 委派了一個仲裁員 或者他們協議了委任誰做仲裁員之後 就由這個仲裁員 去衝多一個類似法官的角色 其實雙方都是要 將所有類似的法律程序 搬到那個仲裁的程序裡面 大家可能都是一定要跟隨那個規則 就去讚寫自己的狀書 入品狀、答辯狀 然後同樣地都是要做這個文件披露 證據披露 同樣地都是要做這個證人口供指 然後證人都需要在一個仲裁員面前 是去到給口供和接受盤問的 跟上法庭很相似的 其實很相似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有一個仲裁制度出現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有一些案件 其實是可能牽涉到一些比較技術性的問題 諸如說就是我們經常都聽到一些建築的糾紛 你牽涉到可能很多在建築學上高的一些技術性的問題 而法官當然是一些很聰明的人物 亦都是他們是很有經驗的人物 但是如果牽涉到一些那麼技術性的問題的時候 他們未必可以處理得到 或者處理得沒有那些自己本身是建築業裏面的專業的仲裁員 那麼有經驗和技術性的知識 所以很多時候在一些專門化的行業裏面 他們遇到糾紛的時候都會選擇用仲裁 而不會去選擇用這個訴訟的方式 因為他們會相信一個仲裁員他們有一個專業背景的時候 更加容易了解到究竟他們那個問題的核心所在是什麼 和亦都是更加容易去幫他們解決這些技術性的問題 所以例如牽涉到建築系的範疇 船務 航運業 亦都很多時候是透過仲裁去解決他們的糾紛 這些是很專門的 即是說其實平時法官或者大律師都很艱辛 牽涉到不同行業的案件的情況 他們都要看得明白要知道怎樣去處理 其實老實講 在世界在社會裏面任何的事情都可以發生成一個糾紛 而這個糾紛亦都可能牽涉法律問題 少至什麼呢 你買一棵菜都可能是商業的糾紛 或者是合同的糾紛 你亦都會有不同的其他類型的糾紛 例如說離婚 遺產 還有你走出街可能如果有東西掉下來 摘傷你的時候 又是另一種民事侵權的糾紛 更加多的可能是一些商業上高的糾紛 例如說貨物的買賣 公司股東的爭議 大家亦都會聽過很多的司法覆核 就是政府和民間之間可能有糾紛 有爭議 各式各樣的事情 任何類型的都可以成為一個訴訟 或者成為一個需要法律去解決的糾紛 所以有了仲裁 至少可以將一大堆商業的 因應不同行業的紛爭而出現的案件 給了仲裁員去處理 如果已經解決了 就不用再上庭 但是是否都有機會再上庭 其實都有些案件是需要法庭去判決的 其實可以透過仲裁去解決的案件 相對來說不算太多 但是有些案件會比較適合做仲裁 這是一個事實 但是通常這些案件 本身都是有些特色的 就是它可能那個我們叫Scale 就是那個規模 就是那個規模 都是比較大的 因為其實 如果我們去打官司的時候 其實你請兩家律師 都是給自己律師費 但是如果你找一個仲裁員的時候 仲裁員一般來說都是收費 而獲得聘用 兩方面除了給自己律師費之外 還要給仲裁員的費用 其實就變成有三套的費用 是 所以除非你的案件本身牽涉到 真是一些有很重大爭議 或者規模大的一些商務方 那些跨國機構 講到很多錢 雙方可能都有很大的財力 或者至少有些比較具規模的財力 他們才會去做仲裁 否則一般的好人好者 很少會去做仲裁 但是香港的仲裁都很出名 是否因為香港有很多大的商業機構 其中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歷史以來 香港一向都是一個 航運業的樞樓 所以以前來到 都有一些船母 航運的糾紛 會在香港那裏 進行仲裁 同時間 因為香港的建築業 過去這麼多年 其實大多數時間都是比較澎湃的 自然而言 其實建築裏面的那些糾紛 都會多 他們都會透過仲裁去處理 調解近幾年 大家都多了聽到 又或者有些朋友都讀過 甚至乎已經是調解完都不頂 可能會發現 調解的技巧 對人生都頗有用 實質上就是 平時如果處理兩個朋友 吵架 家人吵架 或者同事紛爭 照計都可以用到這些技巧去幫助 所以都是一個 好好處理糾紛的方法 其實就要看一個場景 適不適合 因為調解不是說 完全是沒有局限的 但是我想簡單來說 什麼調解 相對來說 跟訴訟相比 其實調解最大的特色 就是那個隱密性 因為一般打官司 為什麼你們會看到那些 增產案 那些商業糾紛 賣光報紙 就是 民事官司 如果是去到打官司的階段 去到審訊的階段 一般都是公開聆訊 公開 是 即是說 其實他們與眾的各方 在法庭裏面 怎樣去互相的指責 互相的揭倉吧 全世界都知道 還有法庭如果判了之後 那個判決書 或者那個判詞 就現在科技發達 資訊發達 就會在網上都流通 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其實你做了什麼事情 如果和大家打官司的話 過了幾十年 過了幾百年 都會是有人會找得到的 那這個就是打官司的 其中一個不好的地方 是 那之前我們也有講過 打官司是需要錢的 是呀 如果你請律師打官司的話 動一下都可能一百幾十萬 少不免的 是呀 是呀 這個就是很大負擔 那變了 就 這個會是成本的問題之餘 還有其他的考量數 還有例如說你打官司的時候 你要考慮的就是 你打算去告人的時候 不要緊啦 法庭見啦 我上去給口供 一定會注射你的 其實打官司都有這樣的心態 但是其實 很多人去到打官司的時候 上到正人台 就會騰雞 就會什麼都忘記了 給口供的時候好像 就是粗俗些說法台灣 是呀 就是 每個人都可能牙斬斬 很有信心的 嗯 那個環境是令人很緊張的 但是 現實就是上去的時候 那個環境是會令你很緊張 是是 因為你自己在正人台裡面 沒有人幫你 嗯 大律師不可以提理想 叫你給口供 怎樣給口供 要說什麼 你被人問什麼問題 你都要自己去作答 是是是 所以其實這個不是一個說 很賞心悅目的經歷 嗯 但是 通常這些事情 就是你要經歷了 去到這個最後的階段 才知道自己會出事 是是是 但是我們大律師 或者我們作為律師的時候 就可以把這些經驗 分享給大家聽 然後讓大家去考慮 究竟你是不是值得去打官司 是 因為打官司 其實你還沒到上正人台之前 你都要面對很多的壓力 例如說 之前我們都講過 你要做很多文件披露的工作 證據披露的工作 還有要做證人口供指 是 那這些其實你不斷要面對 一些法律上高 審訊程序 或者是訴訟程序上高的 一些要求的時候 其實你都要花很多精力 是啊 是啊 財力 和這個壓力去面對 嗯 所以 就是 我們需要去想一想 就是究竟有沒有其他 可行的方法 嗯 嘗試用一個沒有那麼抗爭性的方式 是 去到解決那個爭議 嗯 但是如果你說 將這個 想一下有沒有其他解決方法 交給爭議那兩邊呢 很難說 事大一邊 我約他出來喝茶聊一下 即未必是可以這麼好的關係 所以如果有人提議他們要用調解 通常是怎樣的程序 是法庭會建議他們啊 還是雙方的律師其實都會說 不如你試試調解 我幫你手和對面安排 簡單來說 其實如果現在香港 你開展了一個民事官司 嗯 那對方如果是 不是即時投降的 嗯 他可能會入貧一個 即你入貧了之後 他會提交這個大片狀 之後呢 去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法庭就會指示雙方 嗯 去到嘗試透過調解 是 看看可不可以解決到大家的爭議 嗯 而香港現在其實 尤其是新入行的律師 他們在大學的時候 都會一定程度上高 是接受過一些的調解 或者我們叫做 其他的解決爭議方式的訓練 嗯 那麼我們的律師責任 都會是要建議 當事人去考慮 嗯 或者是給一個這樣的選擇 就是說你會不會考慮 試試用調解去解決這個爭議 是 那如果調解呢 它是不是好像一個 一個迷你法庭這樣呢 即是我們把原本要上庭的事 簡單地放在一間房間裡 大家一齊好像開會那樣談 是不是這樣呢 我想的特色就是 第一 在一個調解的過程裏面 至少有三個的 我們叫做 Party 即是三方 是會參與的 是 那第一方當然是有個調解員 那另一方就是 就是Party A 即是A方 加上他可能有律師代表 嗯 另一個就是B方 加上他可能有律師代表 是 但有時候一些的爭議 就可能超過兩個爭議方 都不一定 那這個情況就可能更加複雜 嘩 如果有三四個爭議方 那真的很複雜 要輪著 了解 那個調解員 就是要了解不同的角度 怎麼看 沒錯 要花很多時間 會的 但是因為那個調解員本身 呢 他的角色就不是說 一個判決者 嗯 他不是一個法官的角色 是 不會說 你對 他錯 那這些東西當然就是 有時候 他可能會有自己的一些 心裡有數 但是 調解員的角色 其實最重要的 就是去 做一個 去潤滑的作用 嗯 去協調大家 嘗試去講出大家各自的立場 嗯 各自的期望 和大家各自 如果要去 接受一個 的 和解的 去解決這件事的時候 究竟有什麼方案 大家可以作為一個 可設立的條件呢 嗯 嗯 所以是跟法官 真的很不同 即是法官 可能就是 要看完所有證據 之後 要分析 處理 分析出來的結果 但是 調解員 就是 第二個角度 你說是因為潤滑的作用 是啊 其實他們 最主要就是 做一個 的 中間人 居中 去調停各方 的利益 的期望 其實他們的期望 和利益之間 有什麼分歧 有什麼落差 看看會不會有 一些所謂的 meeting point 即是有些接合點 讓大家 可以有個機會 就是 最終找到一個 大家可以接合到的位置 嗯 找到一個 大家都可以接受到的 出路 是 是 從而達到一個 和解的問題 是 那調解的成功率 有多高呢 會不會一定是 找到出路的呢 其實呢 我們很尊重調解的 那也都是相信 調解很大程度高 是可以有幫助的 嗯 但是 調解都不是萬能的 是 有些情況呢 調解其實未必是 這麼適合 因為有些人 本身呢 他可能真的 比較喜歡 對抗的 嗯 你說什麼都好 他都是橫橫無理啊 或者比較 固執的時候呢 嗯 不願意去讓步 或者不願意去用多些思考 想想有什麼 其他折衷的解決辦法 這些情況之下 調解就未必是 一些適合的做法 或者有些人 他本身 英文我們叫 high-handed 即是很 怎樣說呢 處於一個 極度高調的位置 或者這樣去形容 很搶的 是的 總之什麼東西 我都一定要吃著你的 哦 OK 這樣的話 說什麼我都不同意的了 是 因為我大態的 是 這些情況也不能談 也不能談 也不馬上去調解 嗯 所以通常就是說 如果雙方同意了調解 他們就應該要知道 調解是什麼 就像你剛才說的那種人 其實他根本可能 是不贊成調解的 其實就不需要去到這一部分 是的 就算你說有調解 其實很大程度 都可能只是走程序 嗯 嗯 接著之後 走完程序之後 就繼續去打官司 是 即是循例 法庭說先調解了 這些情況 其實有時候 可能令到大家那個關係 會更加僵持 因為你看到就是 我和你打官司 想來調解的時候 原來已經看到你沒有誠意 哦 是是是 更加針對對方 更加會見拔老張 所以其實我們是鼓勵大家去嘗試去調解 但有時候都要去務實些去想一下 其實是否所有的案件都適合調解 嗯嗯 我們透過這個自在人生大學堂 就讓大家了解多些調解 是怎樣解決紛爭 其實開始因為多人認識了調解這件事之後 好像調解這件事熱了 大家覺得也好 少一點上庭 又沒有那麼刺激 不需要那麼刺激 去到公開的場合 我們好像現在對於調解員很有期望 那麼多不多個案是真的 原來試了調解就搞定了 真的節省很多時間 又不用將這些案件拖一整年 對自己的心理影響又大 其實都會有的 很多時候有些典型的適合調解個案件 例如一些輪舍的糾紛 又或者是一些大廈的管理的糾紛 例如樓上流水下來 那些經常都會發生的 只是不熟悉 如果熟悉就可能有得談的 但這些案件有時候很簡單 大家可能都是講過錢的 另外一種調解個案裏面 都很多時候會有禍解的情況 就是一些所謂人身傷亡的賠償案件 那些案件其實大家可能都沒有什麼職願 只不過是說我們發生了一個意外的時候 我們最重要是談到賠償額 諸如此類的事情 也有一個成功率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的 另外有一些案件其實 那個調解的成功率 都有一定程度的 就是在一些家事的案件裏面 因為這些案件其實很老實說 大家都會明白就是打官司 其實不是一日勞永日的 因為打完公司之後 大家可能還有很多手衛要跟 都是要談的 特別是一些小朋友的問題 你搬完賠償權法案判了之後 那些小朋友一日未到18歲的話 大家都可能還有其他爭議 所以法庭都鼓勵大家透過用調解 去到嘗試去到可不可以找到一些出路 現在這個方案大家是可以接納的 因為譬如你說中間牽涉錢 或者類似賠償、撫養的費用 如果透過調解可以談得到一個數目的話 那就不用大家都要花錢上庭 那些還未正式要花錢 那些錢就已經花了一大筆打官司的費用 沒錯 尤其是一件事 就是你如果是離婚官司的話 那天不會跌錢下來的 其實你兩邊在使律師費的時候 就在使家庭的資產 哎呀 硬吃的一路花錢 如果談不上數 就要一路打官司下去 會的 所以其實家事、化庭都鼓勵大家 嘗試去調解 因為其實留下一些錢 可能給孩子、孩子、孩子、孩子用 會格格適合也未定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以前不知道 有調解這件事 現在知道的話 除了家事之外 應該各方各面都有很多個案 是成功可以幫到手的 會有的 商業的角度是否一樣 商業的角度也會有 因為都是要談錢的 其實有時候 大家都是講錢的問題 又或者講一些是大家的權益的問題 那些情況 其實大家要找到一個利益的 本身的 meeting point 那個接合點的時候 其實相對來說 是容易去做一個和解 所以我們認識到調解的時候 就覺得調解也是幫到手的 但是調解員 從哪裡來的呢 就像你是大律師一樣 你又有做調解 我認識有些朋友 是會計師又有做調解 我們就會這樣想 大律師因為他很熟悉法律 做調解也對 會計師也對 經常要傾賠償 是否因應著不同行業的人 哪些適合做調解員 他就會去做的呢 其實沒有任何的定例 任何的人是特別適合做調解員 也沒有規定有些人 是不可以做調解員的 但是我想最主要的一件事 就是他必須受過一個適當的訓練 了解知道就是什麼是調解 調解的性質是什麼 調解員的角色和責任是什麼 是 例如說現在在這些調解員裏面 當然律師就是很典型的一種 是 也有會計師 也有很多就是輔導員 工程師 工程師都有 熟悉工程運作 會有的 或者教師 校長 我亦都有見過 是 因為學校裏面 原來也很多有分 很多時候校長 也會去讀一個調解的課程 看看可否協調到學校裏面的糾紛 當然不是我自己的學校 是幫其他學校去做 我亦都有見過 是 所以我們是應該鼓勵不同行業的人 去做調解的 那就可以幫到自己的業界裏面 是啊 但是要留意一樣的事情 就是說 其實你在牽涉一些糾紛的時候 要看看這個糾紛本身 會不會牽涉一些法律的問題 嗯 因為有時候去到調解最尾聲的話 如果大家真的和解到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和解可能牽涉到一些法律的後果 嗯 如果有一些事情牽涉到一些複雜的 或者有一些重要的法律問題的時候 不是律師或者沒有一個法律訓練的背景的調解員 就未必可以在這個環節上 可以拿捏得準 是 就是以為已經調解了可以解決了 原來是有一些細節是錯過了 這樣 結果如果是調解不了和解不了 那就浪費了 是啊 和解到也好 你以為他和解了 但原來 如果是說那個和解在法律上也沒有效力的 嗯 可能到時又是另一番爭拗 是 又或者要再調解過會不會的呢 如果當雙方同意的時候當然可以 嗯 但如果生氣了就不行 就是生氣了 原來都是浪費 又是浪費的 那時候大家都可想而知 這些人的心理問題 嗯 所以我覺得調解完真的不容易做 首先他要不溫不火 要很平心靜氣 又不要被雙方的氣氛影響 可能對方或是一方很激動 這樣 他都要做中間人很冷靜的角色 是的 那本身有個性格上面 小小的要求會不會算是呢 其實當我們做調解完的時候 你就基本上要放下自己的自我一點 因為你的角色就是希望大家 可以理性去到討論 那你的觀點有時候其實就未必那麼重要 嗯 因為我們是去聆聽其他人 爭議各方的立場 他們的想法 嗯 了解他們的期望是什麼 是 所以我們是比較屬於一個聆聽者 和一個協調者的角色 嗯 多於我們自己去發表的意義 我們自己的意見 嗯 所以心態上去做調解完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自己的 還有要叫自己不要當自己 即使你可能是熟悉一些 某一方發生的事 你都要跟自己說 是兩邊都要聽了他們的意見 然後幫他們手去順暢地 讓他們想到解決方法 是否這樣 都可以這樣說 是 所以他就要調整自己 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們平時 可能不是做調解完的時候 我們有意見 譬如舉個例子 朋友有爭執 事大方跟你說的時候 你都會聽完之後 是呀 他好像不對 對方 你會自動有這樣的反應 例如舉個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我們做律師大律師 幫人打官司的時候 我們站在那邊的男生 我們是具理力爭的 是呀 但是我們做調解完的就不同了 我們要聽完兩邊的意見 聽完兩邊的立場 我們然後再幫他們去分析 那你最初做調解完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很好玩呢 就是多了一個很不同的角度 當然是認真的 不是真的玩 但是感覺上 有很不同的做法 可以試一下 其實都是一個有趣的經驗 因為你聽著兩邊不同的 究竟他們誰覺得對 誰覺得錯 初初的時候會想這些問題 雖然你想而已 但是想也沒用 你都不可以 你會發覺一件事 其實最重要一件事 你走到這裡 你們雙方坐下來的時候 其實我是幫你們去嘗試 想一下你們有沒有辦法 可以收窄你們的洪溝 或者建立一個橋樑 讓你們可以互相去到接觸點 但是在過程裏面 又不是說調解完 就是做過中間人就可以很輕鬆 他們不是交給你們自己談 而是你一直要帶領他們 左邊談一下 右邊又有什麼意見 所以其實都是全程要很投入才行 而且你要控制著氣氛 所以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他們來到的時候 可能有機會就是 鬧一下對方 對 粗一點說 乘機發威也不一定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不同的集數 都會繼續再說多些 讓大家明白到 調解完在紛爭中間 究竟是扮演什麼角色 那些程序是怎樣進行 怎樣去完成一個調解的情況 令到一件事可以妥善解決 又或者不解決都可以 雙方談完是沒有共識的 那就唯有去法庭 這就是最後一個選擇 但有時候這個是最可惜的選擇 對 即是談了可能很多個小時 對 但最後原來無法和解 詳情我們之後慢慢再說給大家聽 今天先謝謝Ansel 謝謝